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检查 瓶子上有任何瑕疵都会被碾碎重做 可见这不仅是要求更是种态度 同时每年承接如此庞大的订单 单靠人力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因此玻璃厂采用全自动生产 每天至少生产200万个玻璃瓶 效率非常高 但同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设备无法重启 必须24小时不停运转 中途只要停止运转便会报废 因此带来的损失就可想而知了 为此还有小伙伴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要是遇到停电该咋办 相信玻璃厂一定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吧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